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方拼 今天我们看的是一套样板间载售 今天我们要看看这套样板间载售 它的标价非常高 62万6千美金 但是它只有2500多尺 三个卧室 四个洗手间 为什么这么贵呢 就是因为它所在的这个小区很高端 因为它所在的这个小区叫Town Lake 是一个很高端的大湖小区 整个小区的定制房占据大多数 所以说在跟定制房来比的话 这一套小房子跟定制房的价格 那就是小物件大物了 定制房差不多就在100万以上 150万美金左右 更贵的也有 那这套只有60多万 相对来而言 它就是这个小区比较亮的那种窄 但是这种房子的受众呢 可能就不适合投资客了 一套这样的小房子 出租的价格也就是窄个3000左右 为什么它这么小的面积也能租3000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比较高端了 这个房子比较适合来养老的 一些比较高端的人群 因为小区环境好 然后房子的档次比较高 又在封闭式社区里面 所以它这个受众不一样来决定了 那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或对修策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看房子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 亚满间在售小房子 但是装修非常好 小区比较高端 然后建商又比较高端 所以它的价格比较贵 它这样子的一个 你看它这个门呢 它是斜着的有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不能做个正的门 但是还要给大家看一下 毕竟说亚满间里面很美 你打开门就是高端感 蒙面 扑面而来 有没有 其实我是很喜欢在这些比较高端的小区专有的 因为每一个房子都会超漂亮 我们先看一下 宜记门的左手边 是这样一个客房 就是它这些窗帘什么都会留下 包括你看它洗手间的门是有多宽有多高 所以就是整个的房子就是很美很漂亮 这是它一个套间的客房 这是它我们来看的第一个套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半洗手间 你看它这个高端程度就是在 就连这些大理石 客位大理石都是特别好的那种 然后石木百叶窗 跟我家一样的 再往里走呢 有这么有一个品酒室 浪漫的退休生活 或者是高知的小两口 应该就有这种小丝情调吧 房子不再大 但是精致就好了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小手问我 所以我就是我拍视频的嘛 然后这一套它第二个我是 你看就是各种的档次高的这种感觉 而且挑高很高 给大家看一下挑高啥 是11个肥 套间 洗手间 然后挑高11个肥 来看一下 这么高 这也是个套间 你看这个门好宽 而且全是高门 所以这就是说它的档次嘛 就体现在各个方面 这是我们看的一个早餐厅 这样的感觉的一个早餐厅 就到客厅的位置了 现在还是有一直有很多人来看房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同 你看 这样一个不大的房子里面 所有的配置都是大房子和高端房子的配置 香芹儿冰箱 香芹儿冰箱要一万多刀 因为有人给我留言说香芹儿冰箱不可能这么贵 那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香芹儿冰箱到底多少钱 有可能没有装过 所以没有很多的了解而已 超大的sink 还有超大的这种炉灶 上面是装好抽烟机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是个洗衣房 洗衣房出去就有车库的位置 好 现在我们去这房子的卧室 主卧在这里面 在主卧的门口呢 是有一个书房的 这完全就是现在变成了sales的办公室 然后一下子就进来主卧的位置 高条的主卧 这样子的精致的一个小房子 很小子很精致 淋浴间 打开之后就是里面还有一块儿 蛮大的一个淋浴间 然后衣帽间全部装了柜子 一大衣帽间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它的院子 一个很大的大padeo 这么大的一个padeo 哇 这个padeo真的很爽 然后院子并不是很大 但是它在一个corner的位置 所以它不是很规则 能从这边看过来 是这样子 不是特别规则的一个院子 好啦这就是整个房子啦 如果您对苏根地产感兴趣 或者对这套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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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